人类共识呢 释迦牟尼佛如果跟我们说 你们都迷惑颠倒 见解错误啊 我是大智大觉 你们要以我的见解为见解 这种说法 我们能不能服呢 当然有一部分呢 承认佛是大圣人 圆满智慧的人 还有一些人呢 就得未必吧 我们赞叹佛的智慧得能 万得万能 有不少人听到这句话了 这只是赞叹释迦牟尼佛 并不是事实啊 那么这样的见解 就有很大的差距 怎么能够建立共识呢 所以世尊告明 他告在哪里呢 我们只要把自己 所有的想法看法通通都放下 那不就平等了吗 这个方法地球告明 佛不说我的智慧正确 你的智慧不正确 咱们把所有的智慧通通放下 这就归了一了 它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正是所谓不无知 当他起作用的时候 当他起作用的时候 无数不止 不起作用的时候 也就是没有人请教他 没有人问他 他心清净 一念不生 每一个人的心得清净 多么有一个妄想 没有一个杂念 这个地球是共识啊 佛门团体的共识 经历在这个基础上 这是让我们 听了之后 真正佩服 谁也不跟谁走 谁也不牵着谁走 我们在世间 所未有异切团体里面 找不到 真点没有第二价 以宗教来说 宗教还要跟着上帝走 你不能跟上帝平等 佛不叫你跟他走 这是我们最佩服他的地方 第二条戒律 叫戒和同心 这个地方所讲的戒 有广义 有狭义 狭义的 就是 佛陀对我们的教计 一切经中所讲的教训 我们要明了 要遵守 这是狭义的想法 这是狭义的想法 对于是狭义的想法 是不是狭义的想法 我不是狭义的想法